首先来看第一个新功能 开始菜单迎来新的变化 在开始菜单的任意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 会多出几项新功能 可以移动图标的位置 比如移到最前 左移 右移 还可以创建新的应用文件夹 第二个新功能 截图工具迎来最新版本 在新版本中使用鼠标描绘不规则图形时 只要停顿两秒 截图工具就会根据所描绘的形状 将图形变为规则形状 比如方形或圆形 但是该版本需要使用安装包进行安装 安装文件已经为大家准备好 只要直接更新即可 向左移动鼠标 向右移动鼠标 向上移动鼠标 向下移动鼠标 打开计算器 最小画窗口 打开画图 最小画窗口 打开记事本 床前明月光 换行 仪式地上霜 换行 举头望明月 换行 低头思故乡 最小画窗口 大家看明白了吗 整个过程完全没有使用鼠标和键盘 前面演示的这几个新功能 除了语音控制 Windows 11 其他几项新功能默认隐藏 需要使用激活工具进行激活 接下来就为大家演示 如何更新并激活这些新功能 请注意 此版本仅提供给未升级到Windows 11 24H2的朋友 比如Windows 11 23H2 也就是说 如果您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11 24H2 请忽略视频中的所有操作 但依然可以继续观看视频 了解该版Windows 11中有哪些新功能 以及如何激活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右侧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在加入Windows Insider之前 这一步一定要操作 否则后面的更新过程可能会出现功能不完整 确定没有多余的Windows更新之后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打开诊断和反馈 打开发送可选诊断数据后边的滑快开关 点击后退按钮 点击即刻体验按钮 点击链接账号 选择Microsoft账户并点击继续按钮 输入自己的微软账号和密码 点击仅限Microsoft应用 选择Beta渠道并点击继续按钮 如果点击继续按钮没反应 可以在任务栏上的设置窗口 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关闭窗口 或者直接按键盘上 Alt加F4关闭当前窗口 重新打开设置并导航到该选项 再次选择Beta渠道 点击立即重启 开始重新启动计算机 打开Windows 11开始菜单 打开设置 在设置界面左侧选择Windows更新 打开在最新更新可用后 立即获取选项后面的滑快开关 此时不要直接点击上面的检查更新按钮 因为这样操作 有时候会检测不到更新 点击Windows预览体验计划选项 点击一下这个下角标 然后点击上面的打开Windows更新 此时点击检查更新按钮 这里已经显示最新的可用更新 等待更新完成 经过漫长的等待 更新已经安装完成 点击立即重新启动 又是一次漫长的等待 这里就直接掠过了 现在Windows 11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 但是由于是跨版本更新 更新包会比较大 如果不清理 磁盘会被占用大量空间 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 点击左侧的磁电脑 在本地磁盘C点击鼠标右键 选择属性 点击详细信息按钮 点击临时文件按钮 等待刹新完成 选中以前的Windows安装文件选框 如果不清楚该选项 C盘就会被占用很多更新包占用的空间 如果后续需要还原到以前的系统版本 请不要执行该操作 点击删除文件按钮 选择继续 稍加等待即可完成删除垃圾文件 下载Windows 11隐藏功能激活工具 Viverto 下载链接在视频简介 下载之后将激活工具解压缩 进入到Viverto解压目录 复制文件加路径 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命令提示符 输入视频中的代码并重新启动计算机 中文字 Hoch Solo 中文字的中文字 内容 中文字幕称